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演讲 他直言不讳地指责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想成为独裁者 并揭露他与全球暴君的亲密关系 哈里斯强调 作为总统 他将捍卫美国的安全与理想 并不会屈从于那些对自由嗤之以鼻的独裁者 这次演讲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还引发了特朗普的强烈回应 指控哈里斯无能 并声称他使暴君更为强大 演讲中 不少军事和情报界的专家 也对特朗普的行为表示担忧 并强调如果再次让他执政 将会重蹈覆彻 让美国面临更大的危险 哈里斯承诺 他会成为全美国人的总统 努力团结这个国家 并引导大家走向希望的未来 随着11月的选举日益临近 这场总统竞选的对决将会越加激烈 究竟谁能真正引领美国走出当前的困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CNBC的文章 副标题是 哈里斯称特朗普想成为独裁者 暴君们为他加油 这篇文章主要报道了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芝加哥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 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尖锐批评 这些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哈里斯明确表示 特朗普有成为独裁者的倾向 他指出 特朗普与金正恩等暴君和独裁者过于亲近 这些人都在为他加油 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容易被奉承和好处所操纵 哈里斯强调 特朗普不仅不会追究独裁者的责任 反而想要效仿他们成为一名独裁者 他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 将坚定不移地捍卫美国的安全和理想 在哈里斯发表这些言论后 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回应 他反驳称 暴君们在嘲笑哈里斯 认为他软弱无效 并指责他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 除了让暴君变得更强大 更富有 更有权势之外 什么也没做 这种言论进一步加剧了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晚 多个军事和情报界的老兵也发表了演讲 支持哈里斯并批评特朗普 他们纷纷表示 特朗普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哈里斯则是美国理想的捍卫者 例如 密歇根州众议员爱丽莎斯洛特金指出 特朗普崇拜独裁者 将美国的朋友视为敌人 而将敌人视为朋友 他呼吁选民 不要给那些披着国旗 却对其代表的自由嗤之以鼻的伪君子 留任何空间 亚利桑那州 参议员马克 凯利也发表了尖锐的批评 指出特朗普在任期间跳过了情报简报 因为他忙于讨好独裁者 并梦想成为其中之一 凯利警告说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总司令的位置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弱点 前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 莱昂·帕内塔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 他说 特朗普会抛弃美国的盟友 孤立美国 而这种策略在1930年代 已经被证明是愚蠢且危险的 他引用了共和党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话 孤立主义从来不是 也永远不会是对暴政政府的 可接受回应 与里根不同 特朗普告知像普京这样的暴君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在另一篇来自Yohu US的报道中 哈里斯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 誓言要成为全美人的总统 他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强调 他将团结美国 围绕美国的最高理想 成为一位领导 并倾听的总统 他表示 当前的选举 为美国提供了一个 摆脱过去的苦涩 愤世嫉俗 和分裂的战斗的宝贵机会 他呼吁美国民众 共同开创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坚守那种建立美国的无畏信念 哈里斯在演讲中表达了 他对国家的热爱 并坚信 美国准备好前进 他表示 在这个国家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没有什么是遥不可及的 哈里斯在一个月前加入竞选 成为总统候选人 而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也在大会上赞扬了他的坚韧 并表示他将为美国人的自由而战 让每个人都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 来分析和评论这篇报道 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 哈里斯对特朗普的批评 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坛的深刻分裂 特朗普在任期间 与金正恩等独裁者的互动 确实引发了许多争议 支持者认为 这是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而批评者则认为 这是对独裁者的妥协与纵容 哈里斯的言论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 将特朗普描绘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试图在选民中 塑造一个鲜明的对立面 其次哈里斯强调团结和领导 这与他对特朗普的批评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试图通过强调美国的 共同理想和价值观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这种策略 意图在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中 找到共同的立足点 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再次 特朗普的回应 显示了他在面对批评时的策略 即通过反击和指责对手 来转移注意力 他指责哈里斯软弱无效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来削弱他的政治影响力 这种策略 在他的支持者中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但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两党之间的对立 此外 军事和情报界老兵的支持 为哈里斯增加了不少分量 他们的发言 不仅在情感上诉诸选民 也在逻辑上建立了一个 有力的论证 即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种支持 可能会在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中 产生影响 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安全问题 高度关注的选民 最后 哈里斯的竞选演讲 不仅仅是对特朗普的批评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他呼吁选民共同努力 开创一个新的美国 这种积极向上的信息 与他对特朗普的批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使他的竞选策略更加全面 总结来说 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激烈对抗 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复杂局面 这不仅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较量 更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碰撞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选民需要认真思考 选择一个他们认为 最能代表美国未来的领导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 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说特朗普想成为独裁者 真是把我笑得合不拢嘴 让我先说说 这个所谓的独裁者 有多滑稽 特朗普每天 都在推特上活跃 看到不顺眼的评论就回对 这哪是独裁者 这分明是一个社交媒体狂魔 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独裁者 是不会接受选举败选的结果的 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后 还是乖乖地离开了白宫 这要是独裁者 那世界上这么多暴君 可能会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楚天书 你这说法简直是滑稽 特朗普离开白宫 是因为美国的制度机制还在运作 他再怎么闹头 最后还是要遵守规则的 你别忘了 这可是他多次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甚至还鼓动他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 他对普京 金正恩等暴君的一再示好 让世界看到了他对权力的向往 和对独裁的羡慕 这种行为不正是哈里斯所说的 想成为独裁者的最佳证明吗 奇奇啊 不要这么认真嘛 说特朗普想成为独裁者 这就像说他想成为超级英雄一样可笑 这人明明就是个商人 对交易这事特别热衷 你觉得他和金正恩 普京那些暴君亲近 是为了学他们吗 不对吧 他是想搞点什么大交易 这跟独裁完全是两回事 再说了 他要真是个独裁者 怎么会允许哈里斯这么公开的骂他 这不早就把他给封口了 这么说来 特朗普还挺民主的呢 哎呀 楚天书 别老拿特朗普当商人来说是 他那点交易的心思跟一个政客的野心根本就不能比 他对普京的态度不仅仅是搞交易这么简单 他明明是在向这些所谓的强人学习那套权力游戏 再看看他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 动不动就说假新闻 这不就是在试图控制舆论吗 还有你说的允许哈里斯公开骂他 这不正是美国的制度保障了他的言论自由吗 特朗普再怎么想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奇奇 你真是对特朗普有点太过敏感了 你说他学普京 金正恩是在学什么 难道是学他们的压制反对派吗 可笑的是 他的反对者们一点都没被压制 反而过得风生谁起 就拿你喜欢的哈里斯来说 他可是天天骂特朗普 骂得比唱得还好听 如果他真的学会了什么独裁术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反对他的声音 这不就说明 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独裁者 最多是个想当独裁者而已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给特朗普开脱呢 说他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 只是想当 那问题大了去了 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吗 他对普京 金正恩的学习 不仅仅是表面的清静 还包括他在国内的行为模式 比如说他反对者的声音 虽然莫被完全压制 但你看他的做法 不就是在试探底线吗 再说了 哈里斯能骂他 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还能运作 可这不是他本人想要的结果 你这么说 恰恰证明了哈里斯的担忧 是有道理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